这小家伙太懂礼貌了 给他一个 两个 三个 再想让他打包带走 结果还不好意思了 原来男子跟这只松鼠刚认识一周 今天特意带松子来找他 看到有好吃的 小家伙一点也不客气 马上磕起瓜子 突然他又发呆起来 男子指了指手里的松子说 别客气啊 这些都拿走吧 打包给你的家人吃 让人意外的是 松鼠突然像雕塑似的一动不动 估计他心里想 妈妈从小教育我 不能白拿陌生人的东西 看他不好意思 又有点害羞 男子赶紧说 那你先吃吧 小家伙巴唧巴唧 磕起瓜子 一口气就消灭了三个 他盯着男子手里的松子 想吃但又不好意思 没想到松鼠也这么腼腆 男子轻轻碰了碰他的爪子 想让他多拿几个 看他还是很害羞 男子只好主动拿出一粒松子说 我这里还有 你拿走吧 多拿几颗分给你女朋友 结果松鼠瞬间像被石化了一样 估计被戳到痛戳吧 看他不好意思 男子直接往他手里塞 他站在原地一脸蒙圈 这人怎么回事 干嘛往我手里塞食物呢 是不是看上我了 俗话说嘴上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 松鼠手里捧着好几颗松子呢 男子却还在塞 此时小松鼠的样子 特别像你小时候去亲戚家拜年 长辈见面就往里 你手里塞零食跟红包 想必他内心也是很激动的 结果不小心还撒了一地 男子戳了戳他的小手说 要不你先吃吧 不过太腼腆 可找不到女朋友 吃完后 结果他转身就跑 难道松子过期了吗